自古这个文死见无死战 就是文 他为了一个建议 为了国家 为了百姓大家 可以不惜幸运 求人得人 求生取义 这个文人 同样可以 这叫死得其所 死得有价值 人们都会敬仰 而且他内心不愧 这就是古人 的精神 武士呢 更是我的荣誉 只有战死杀 牺牲 不怕死 你看我们战争年代 多少 动辄那是多少 多少万 几十万 那是真刀真枪的 人们哪来那股劲呢 必须得有这个精神 现在有几个 中国还好 国外更是 因为解放军 陆地上我们第一 外国 什么美国大兵 什么 贵客都是个人主义 就没有那种精神 你看现在这个 我们说战争 战争有和平 战争是为了和平 有的时候 大势所需不得已 这个相差太多 有些人太过分 有些国家 有些地方太蛮欢 太霸权 他侵略我们 我们中国都是反抗的 我们从不主动打败 你看我们曾经有多少次机会 战河下西洋 当时可以占领东南亚 很多地方 那个时候中国海军也是最厉害 但是没有 或者他们就来朝败我们 朝败我们 搞得我们皇帝没办法了 就不要不要来 美国来一次 那唐朝也是 刺手之路 那你说我们这地盘怎么变大了呢 很多是外边人打我们 我们反抗 不依不饶 那我们就追 追到差不多就好了 你看他们跑得太远 那我们就站下 很多都是少数名 你看元朝清朝 那个地盘几乎都是最大的时候 都是他打我们 然后打完了以后 我们把他同化了 汉化了 元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想强牙 用他们元朝的办法 但是不行 很快就灭亡了 很快就灭亡了 后来短时间 我们就把他汉化了 那清朝 好一点 留下急促 说用汉人治汉人 你现在都没有满足了 满足有什么 生一点丧满 都为了些 那些原始 也慢慢地会被我们投华 这就是武将 那现在不管是文师武 我没有那种精神 那种就是所谓前道 自强不息 什么都不怕 什么也挡不住 那股精神 当然不是说蛮干的 我们也讲计谋 战略 战术 方法 方针政策 所以说 我们现在人欠缺的态度 你看和平了 那人 男人都没有男人那样 为什么殷上扬说呀 那男人自我也要反省 不能光找女人了 你看现在家里家伙的女人地位多